国民党黄荣华党部主委原宪志特别与黄沪新黄荣华党部 专程带着执行长还有士官团的副主委及专员 来到玉里的黄玉富居党部 关心问候有100多位90岁以上的资深老党员 这次专程来到玉里访式的资深党员 最高年龄有100岁 最年轻的也有90岁 透过这次访式希望可以照顾到每一位党员 国民党黄荣华党部主委原宪志特地 与黄富新黄荣华党部专程带着执行长 还有士官团的副主委以及团员 来到玉里的黄玉富居党部 关心问候有100多位90岁以上的资深老党员 而这次专程来到玉里访式资深党员 最高年龄有100岁 最年轻也90岁了 透过这次访式希望更能照顾到每一位党员 今天专程到玉里访式访式我们资深的党员 最高龄的有100岁的 最年轻有90岁的 这些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 那我们必须在国民党在最弱的时候 要深耕基层 深耕基层最关键就是小组长 小组长要去照顾到每个党员 让我们的末梢神经能完成 陆平灯亮水工通的工作 国民党黄荣华党部主委袁宪志说 成立志工团来关怀党员 更亲自去榜市 把对党向侵略有不足的党员 有热忱还有服务 一个一个找回来 最重要更希望年轻心血加入进来 因此做法是让自己的子女 首先加入中国国民党 让他们了解中国国民党真实的服务羊貌 再借由他们吸收年轻族群 用年轻人去找回年轻人 记者高雙雙玉立采访报道